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 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狠 英雄的竞技场 玩家的评本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WCA 2016 世界电子经济大赛 RS2赛季的职业选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今天的解说FullDream 我是雅雅 WCA 世界电子经济大赛是由银川市政府主办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电子经济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大赛去难扣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旨在打造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经济的玩家朋友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感谢网络直播平台 龙珠 乐视体育 虎牙 触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游戏茶餐厅 17173直播 小米 战旗TV 华束 搜狐视频 乐视游戏 优户土豆 微镜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看游戏 全民TV 网易CC 直播TVCi 边电手机电视 iPad 库六 兔兔TV 对我们比赛大力支持 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 魔兽争败小组赛A组第二个比赛 下午会带来A组的比赛 然后我们5点会带来B组的比赛 然后下午我们将会先看一下我们的分组吧 还有昨天的积分 目前A组是010和Colorful各积3分 然后Infe ZDR没有积分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比赛就是 第一场是ZDR对阵Colorful 然后Infe对阵010是第二场 然后B组的情况是浪漫和玉米获得了3分 然后范一哥和Fly都是0分 A组这边的话主要看一下 今天Colorful是否能够再度获胜 如果他打ZDR再赢的话 那就很可能出现了 对那ZDR如果要是再输给Colorful的话 那估计小组出现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今天这场 今天第二轮其实 经过昨天的这种全是2比0的比赛以后 今天的比赛就 基本成为生死战 都是生死战 对的 就是今天输了的选手 基本上只能去争第三名了 差不多 只能保一下下一赛 对保一下下一赛 能来就可以了 是 看一下地图 对 LR7MTS和AI是被搬掉了 第一盘比赛地图是TR 然后EI和AM AZ 这个亚马逊 亚马逊应该是 这个ZDR选的 ZDR应该选EI 对 亚马逊应该是这个Colorful选的 最近为什么TM被搬掉这么多呀 反正有的阿爷不是很喜欢打TM这样的地图 就是 因为TM太看点位了 就是一点位出生的不好的话 打兽都太难打了 好的 双方选手已经马上准备完毕了 你看这个那个谁MUN 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打TM 因为他战术比较多 我跟你讲 他上次黄金联赛也办了这张图 是吗 他也打不动了 他打人足的时候把这张图办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 你这个第一场比赛 已经开始了 我们来进入比赛 比赛当中 你现在收看的是WC2016世界电子精英大赛 之一全赛 S1 S2赛季摩手举骂项目的比赛直播 现在是A组的小组赛 和ZDR对身Colorful 你看一下地图TR出生点位方面 11点钟 蓝色的暗夜精灵是Colorful 全花出生在一个对点 是的 对点的话 暗夜精灵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 TR这个如果出生在同次的点的话 也会比较难打 对 这样的话 然后进点的话 可能瘦度会难打一些 但是这个对点就差不多了 大家就还算五五开吧 这属于最平衡的点位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报写其他游戏当中 它会对于点位 比赛当中的点位和天地当中的点位 会有一些那个 对我觉得可以把DRT都设置 其他地图设置为必须对点 对必须对点 我觉得这张地图就会平衡很多 可能亡灵还是会强 但是对于NVH和NVO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平衡很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点先选择探一下 双方都选择先探近点 是的 这样的话可能 前期的话 如果探不到路的话 剑胜很可能就是去抢 自己的这边的商店 嗯 他看了是摸宝 看一下暗夜这边的宝物 暗夜宝物如果好的话 他可能也会去双闪臂 去抢商店 所以前期商店这个宝 还是挺关键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出在同侧 对 这个同侧根本不可能抢得过 剑胜的 剑胜是随便随便拿了 嗯 然后暗夜只能看着 这样的话 如果是对点的话 还能一人拿一个 起码不亏 在商店打电以后 还有一个视野的丢失 就是少了一条进攻路线 是的 这张地图主要就三条路吗 嗯 这边这个彩色暂停了一下 然后 呃 第一个 其实第一个这个宝物 其实很重要 就是如果打到那个 隐身其实还有点用 然后就是智力加三没有用 嗯 千万不要打智力加三 最差的宝物 看一下第一个宝物 手套还可以 还可以 二能奖吧 看一下这个 剑胜应该可能会直接练 然后这边苦工也是看了一下 啊 没有选择练商店 嗯 还是比较稳练三二 升闪币 升闪币练三三二 然后这边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练胖子 嗯 这同侧的话 有的时候你三二就练不完 剑胜可能就会去干扰你 嗯 练一个磨牌 磨牌这个东西 二本的时候给到牛还是有点重要 嗯 对 他前期就是如果剑胜 前期能练到三的话 也可以带一份 交转之前给牛就可以了 这个剑胜可以无限骚扰 对 有些时候那个受阻 可能会会把那个磨牌卖掉 但其实我是觉得给小歪给牛都是挺好的 还在造AC 那他有可能会用AC卡这个点练掉这个 三AC吗 四个 这个点好像三个可能够像 三个会比较慢 嗯 他难道是想练杵矿吗 两极点也许带三个AC倒是也勉强能练 但是被抓很亏啊 如果他练这个点的话 啊也不练 这点很瘦的 这个点 对 他他可能就是一个出多AC练级的一个打法 就是前期我练到三 哦 商店也不强 嗯 对 这个时候练商店 键胜差不多正好过来 他也是选择了一个键胜想不到的点去练 对 但这个其实如果一旦被抓的话是蛮亏的 有些有粉的键胜 一旦被抓就全死了 看一下CDR的意识啊 CDR这个好像是直接往这边跑过来了 反正就算你不带着我摸个宝也不亏 对他应该是想来练敌的 本来 结果发现了意外收获 我觉得可以砍了呀 可以砍了 再用个疾风波 对 那现在我就可以现身卡了 他魔法已经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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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一个投环友 还可以追 还可以追 至少两个AC一起了 这 这三AC出的就亏了呀 只练了一个点 有 对 前期如果出三AC还练不到三的话 就 出了没什么用 就有点费钱了 而且他还又买鞋买单传的话 让他二本会特别缺钱 等于多付出了两个AC的钱嘛 是 而且看到ZDA加里面 好像也是科技是比较正常的 你看一下他这个钱只有400多 二本快升好了 反正他至少是不能又买英雄 然后又升本 对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二本好了 直接点三本 然后同时买英雄 加一个BW 对 这个钱都够了 但是现在也是比较缺钱 这样的话 看一下科技慢 还是啊 他选择了先招英雄 那科技会慢一些 嗯 这个三本肯定是要先点下 然后再放BW 这个叠是在 受读家中也是骚扰不到什么东西的 好 这边的卡位 单传直接单传 直接单传回家 嗯 好 三本已经点下了 也没有钱 没有钱 有没有 没有 没有钱 卖宝尊 他肯定先造BW 这个点 没被抢 还是不错的 刚才 GDI也是过来转了一下 对 没有 没有去抢这个点 选了 发现你居然没练 有点不合常理 这边造了一个 BW 哎 怎么第二还不造 操作前线可能 这边建设也是 估计是怕他偷这个点 所以就过来看了一下 卡拉夫只能说打的太不贪了 嗯 他商店都没练完 怎么会去偷别人领测的大点 我觉得 对 卡拉夫打的 从昨天就看出来打的就非常的稳 就是 以我不亏为 主要目的 对 而不考虑去尽可能多的赚 但是这样打的话 如果对手 就是 嗯 不失误的话 不是 其实不是很好打 因为他这个 其实前期他已经亏了 嗯 这次 看他没压到速度二本键 就看一下 没压到键主 而且死了两个AC 对 然后导致了三本速度也慢 风速放的也慢 嗯 兽王早招出来 也只是练了一个商店 就是 只练了一个蓝胖子 对 他招手王 如果你没能拆到建筑的话 只是练及 而且只练了这么点经验的话 就很亏 嗯 尤其是主要是你 后期如果跟 受阻正面的一波 手术王没到三 是很难打的 你会对他的后滑白 你又形成不了一个大的压力 你 你 你两种选择嘛 要么你就把对方建筑使劲的拆 要么你就把招手王等级 好好提高一下 单练一下或者怎么样 但是现在这个图 确实 就是兽王如果刚出来的时候 跟DH没有练到什么大 大等级的怪的话 这个白牛还看到了 嗯 其实还不如刚才DH单传过去 然后把零点给偷了呢 我觉得偷那个零点 这个时候受阻应该是发现不了的 他还是选择过来拆地洞 这个图因为兽王没有什么机会去单练某些点 就是小点比较少 都是大点 然后所以 哎 那这 啊 这又要卖越一些了 DH回去了 迪迪传哪里 哦迪迪传来 传来抓了 嗯 他毕竟是有鞋的DH嘛 所以还是想抓 抓一点 一个AC换一个 这个 Ground还可以 哦 但是经验拿到了吗 应该拿到了 可能挺多的 现在问题是 牛头已经进入自己无限练击的节奏了 这边 这还帮牛头勾了一下 嗯 哈哈哈 这边如果要是 哎 不过应该 往下跌 DH 可能要交DP了 这太好围了 嗯 单传刚用过 哈佛这前进太可了 这兽王已经用命来换家了 哈哈哈 哥 我觉得这地洞 你猜要一个地洞 不影响大局啊 这个时候来猜地洞 嗯 他其实限制一下 让你不要到第四个地洞 对 但是 我甚至都觉得 ZDR可以 往里面稍微压一压了 现在 现在卡洛真的是一点兵都没有 你把他白天的警死耗光的话 下一波 下一波是很好打的 我说这要是弗莱 肯定啊 已经三级牛头 为什么还要练 这要是弗莱直接A加里去了 对 这肯定是要A加里的 对面就两个英雄几个风格 而且不到三 他其实没有考虑到 这个暗夜 其实科技已经慢了 一般情况下这个点的话 其实过来的时候 就是过来可能吹风已经好了 他可能担心这个 嗯 但是他其实前期 杀了很多这个 嗯 AC以后 其实他科技是没有那么快的 蟲王应该会死在这里 这肯定是导存的交不出来了 感觉 哦 粘补了 两个地洞 嗯 现在风得只有五个 六个七个 然后吹风刚刚升级好 41人口 这边受毒 因为地洞被延迟了一下 所以 这个人口也是只有50左右 好 还抢了个怪 没抢到 好像 牛头等级其实提升还是很快的 已经 就很快就到了三级 然后这边剑胜是也是三级 然后一个无敌一个群补 这边也有一个群补 装备也都不错 现在就等 兽族就是多练级 然后 攒一波前 爆60人口 再跟暗夜打 无敌大魔什么都有 我觉得这个牛已经毕业了 嗯 现在地洋是好尴尬 这经验 444 他 现在这三个一种 211的等级 练完这还到不了三 只能捡那个兽族 练 没练完的 一些没有宝的 一些怪 去打 好惨 现在阵型不错 那个兽族的阵型不错 可以拉 可以 地形比较开阔 好 上来就杀了两个风德 是的 这个房子丢了位子 我觉得 卡不住阵型啊 嗯 他就是保证 哎 这还被卡住了 好像 对啊 第一个机器人 好 DH很危险 DH扛不住啊 而且没有TP吗 这波 没有TP 可能要 叽叽了呀 这波 包在里面 现在躲在里面不出来 他单程回家 保证回家买TP了吗 没有 没有买 他格子满了 他这么快 就回来了 肯定是来不及的 看看 这边兽王也要死 兽王死掉 啊 这边兽族 等一下 等一下群补的 等一下吃一个群补 然后可以回身继续打 我觉得 然后 家中应该也是 以身上爆人口了 应该拉苦弓啊 这波 嗯 扫着拉苦弓就好了 有无敌的 他在等这个无敌的CD 应该是 因为刚刚 刚刚用过一个大无敌 用了一个大无敌 大无敌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没 没 其实没砍到什么东西 就是当时狼齐没有去网 网什么东西 啊 这 这拨这波操作在乱 怎么是退到这种位置来了 对啊 这种位置的话 对风格来讲 阵型不是很好 只能考虑杀英雄了 好的 他应该就是在等无敌的CD 准备杀英雄了 他就没考虑 去杀风格了 刚才狼齐又走开了一下 没有集火了 DH 这是为什么 已经开始了 因为已经没有保命道具了 其实DH已经跑不了了 无所谓了 没有保存了 但只是说GDR这波的操作的瑕疵还是有的 对 其实有的是时间 可以去杀风格 根本没必要跑来跑去的 就非得等那个无敌的时间 刚才关键是DH 也没有顶无敌啊 他四个狼齐往旁边闪了一下 虽然确实不用围 但是总觉得这个操作有点怪 这DH好像没死什么兵 基本上都用群补给补回来了 看所有的兵都是红血 这DH其实刚才可能是想勾引一下 就是因为他的兵都红血 他也不吃那个群补 然后就勾引你爹是过来杀我 让你别走 哎呀 这冰村快要套补了吧 水晶球 保护 水晶球好 我们可以卖钱 不需要了 他已经不需要了 不需要什么太好的保护了 这DH到现在都没有到 现在 对于卡古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这三个英雄 复活的时间都很短 嗯 一瞬间就可以 很惨这个DH 说明没杀到兵啊 打了一波给牛头的经验 打到这个这个位置了 把这点练了 倒五了 这样的话 这个DH练吉的点太多了 嗯 已经 这基本上安夜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赢头到五以后 看一下剑胜 其实应该去抢一下对面的那个裙部 已经 已经去 已经试了 这可能要是 现在只有一张裙部 卡拉户打兽族出门不带TP 这个习惯可不太好 打兽族一定得出门带TP 尤其在这种地图 又这么开阔 还抢了一个小无敌 对 裙部 抢了一个小无敌和一个裙部 对 兽王身上是 买了一个TP 同意买了一个TP 然后在第一只身上没有无敌 因为他也抢不到 确实抢不到 看一下牛牛已经五级了 五级的就可以杀兵了 其实都不用管英雄了 对啊 这五级的波好疼啊 回去买个魔瓶吧 哎 还出了一个这个 应该炸 蝙蝠 但是对面没有出金龙龙 对 居然没有出金龙龙 这个 你很难杀得到白牛 其实没有金龙龙的话 哎 哎 A是在这儿的 但是A是在这里 就是想侦查一下 结果对面也有营 有你的视野 这点无限链啊 这是 他 其实牛头到五 我觉得真的可以冲啊 他刚才是54人口 可能想再造几个兵再上 稳一些吧 你如果说他杀了三英雄 不冲那波 是因为想牛头练武 这个也还勉强可以理解吧 因为冲的话就是属于莽一点 不冲的话就是稳一点 但牛头到五之后 不冲就 不是很能理解 大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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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没有 没有 兽王拿到了 嗯 他是 那就先要兽王吃了呗 其实兽王吃是很亏的 兽王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顺便杀一下的 他不像DH 兽王之后 可以刚才前面去砍 兽王那个砍的攻击 没上灵魂链啊 这个就不对 而且刚才这个牛头的波的位置好像也不是很好 然后白牛莫名其妙死了两个 这波操作还是不太好 没有操作好 好 剑胜 第一个无敌基本上也白开了 没杀了 还在博音中 一个全补器上 嗯 现在就其实不用管了 就就往后边可以杀兵了 嗯 我觉得ZDR刚才又是围了一下DH 然后 但是 好 现在DH身上没有东西 可以考虑杀DH了 然后 这个波 感觉这个波 每次都波到几个几个人 我总觉得他的波好像从人群当中 一滑而过 嗯 他的波好像 有点三不三的感觉 有点那个就是 不太珍惜啊 就随便随便一放 现在暗夜居然攒了1500块钱 这一波赚了 其实暗夜很赚 因为自己 没太死东西 对 他死的鸟子很廉价 然后 他换了受阻不少的东西 然后受阻的兵你看都是红穴 要不就还死了两个白牛 嗯 死了一个大忌 剑胜 剑胜还被逼用了一波道具吗 也挺不舒服的 嗯 牛头放了几个波 没杀到什么东西 看一眼有没有矿 现在发现药杆不太够用啊 双香电吧 都补不了 都补不了血 感觉这个 牛头练到5以后 JDR打得有点迷茫啊 就不知道干什么 就是一直在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可能他牛的位置不好吗 我感觉他刚才就是被一个3DD 去追了五升格的部队跑 然后所有人都被一个D 去拦在那里 去加里打可不是很好打 这一个波又是 不胜的英雄 嗯 然后剑胜血还不满 这个时候反而 其实不应该来加里打了 这来加里打 有可能会把自己打崩 对 他牛的状态很好 这个波还可以 赚一本全骨 TK先打 看 但是兵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呀 嗯 就是 只有4个狼旗了 这后边这个 你白牛其实没什么战斗力 白牛死得太快了 然后兵 主要健康状态太差了 这些部队 扛不住 反手去打谁 打DH 他应该有 还有一本群主吧 感觉他每次聚散过后 这个狼旗都没有重新上 灵魂练 足以导致狼旗 这个 没抗力 死得有点快啊 我觉得ZDR有点执念了 他这么想秒英雄的话 干嘛要出个牛呢 出个小歪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呦 三个精英浪了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能打 这暗夜已经开始爆人口了 好 商店 退到商店这里 哎 这个波 这个波 好像 波了两个 波了三个 一二三嘛 但是作为一个5G牛来说 才波三个太少了 哎 一本群不 哇 这个位置我觉得很爽啊 这个波还可以 我觉得你围这个牛可能要出事的 就是别人商店旁边 你围这个牛 现在 暗夜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道具了 现在DH不来的话 这个 这个牛终于发挥了一些作用啊 是的 全靠 卡拉托这波围杀 把自己捐了进去 这波牛 确实是终于把前面没打出来的 伤害 终于打出来了 在商店旁边围的一个5G牛 小小这个事情 丢电话没不堪 嗯 现在的话 卡拉托又 不是很好打 因为他的 有魔的鸟的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现在剩下这几个 你看都没有超过200魔的 嗯 基本没有超过200魔的 他这样的话 他又在一段时间 没没有办法 被可受阻进行交战了 所以这一波 哎呦 这一波要被抓 很伤啊 DH可能要死 DH可能保存不了了 这有三个狼旗 已经是一个5级的剑胜了 嗯 看一下 其实剑胜实在有没有宝物啊 如果DH不死的话 还可以考虑杀一下剑胜的 但是现在的话 没有什么输出了 这个 这个 受亡 受亡应该很危险 应该叫交TP了 交TP 狼旗的数量很高 很多啊 能不能再杀一两个风格 因为风格 刚才那几波 已经交了太多的魔法了 然后 因为连续交战的情况下 这个风格的魔法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还死了很多 所以新补出来的风格 魔法是不太够的 嗯 这个其实跟白牛是一个道理 这个 新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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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白牛基本上 死的比较少 你看这边的魔法非常多 对 主要是这边 有个五级的这个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 他都快到六了 他一下能杀你好几个风格 他都快回复活了 你杀白牛只能一个月杀 哎 这个精灵爆三个 我觉得很赚 嗯 不过 虽然他回的更快 一会就回回来了 这个ZDR现在就比较担心的话 是暗夜有没有矿 他先生也是去左下角看了一下 这个点还没有练好 两边好像都没有练 对 我觉得不用去练 练完之后 你给对方一个偷矿的机会 冲了 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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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冲了 矿已经爆了 但是箭上没有无敌 如果有无敌的话 就肯定能秒掉 哇 这这 树站起来 这回终于 这个波起到了一些作用了 但是箭上小心啊 箭上可没磨 这一会儿DS啊 DS还很久 如果DS能出来的话 还是有机会为杀的 对 他不仅没有磨 他还没有无敌 只能去强行破口 外面的狼心很着急啊 想要赶紧把这个颈拆了 他只能是好好拆 然后牛头在外面回磨 点一下牛 别让他回了 金铃龙没注意 金铃龙还在点这个白牛 肩上还没有出来吗 有磨了 这回有磨了 想抱一下 应该是想抱一下 抱一下 箭上没有磨了 他就想围杀箭上 他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围杀这个箭上 好像能围上 围住了 好的 围住了 围住了 要翻盘吗 是啊 我觉得翻了 5G剑就死了 翻了 从刚才那小精灵的动作一看 他就是要想围杀箭上 偷矿了 没有啊 偷矿了 没有矿了 这 这一局简直是 打的真实 势均日夷的对手 他总以为对面是有矿 其实他前几波交战其实都是自己亏了 所以导致对手没死兵 他就没有杀对面的风德 他一直在执念去秒英雄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暗夜 暗夜不死兵的情况之下 攒上那么多兵好像并不是很奇怪 对 都是有魔的风德 然后 像最后 就是前两战交战以后 他牛头5G 就是那波打完以后 他这边暗夜有1500多块钱 其实跟偷矿矿也差不多了 这场比赛打的真是 有来有回 非常的激烈 第二张 第二盘 AM 好AM是CDR选的 嗯 这 哦 还有RTM啊 你这个 Colorful居然选择了EI 最近你也是有点毒 EI确实不好打啊 你要讲道理的话 因为只有单商店 EI肯定暗夜不是很好打 对 你抢 抢群补是肯定抢不过受阻的 没有暗夜会喜欢打这种 但是可能是这样 那个 就是 Colorful可能是 可能每个人打法不太一样吧 嗯 可能有些图他觉得更难打一些 他可能觉得我不抢群补 不抢无敌 然后让你以为我偷矿 这 很厉害 这个架数很厉害 Colorful在下边说这都能赢 我不买群补 我不买无敌 然后攒出来的钱 最后抱一波兵 嗯 然后我只防守 只在家里跟你打 好 这样的话Colorful已经拿到一分 嗯 他已经 离出现不远了呀 总击分已经四分了 是呀 离出现已经不远了 嗯 已经很有机会了 这我觉得是很想到啊 第一届的亚军 然后小组赛 现在还没有拿到分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就没开始了 好 来进入游戏 比赛当中 你先收看WC201 又世界电子竞技带的直律悬赛 S2赛 几模式争霸项目的比赛直播 现在小组赛 A组的比赛 由 ZDR对称Colorful 然后现在的话是Colorful 1比0 暂时领先 地图像马逊 左下角蓝色的受住玩家 就是ZDR 右上角紫色的暗影精灵 玩家是Colorful 这样地图暗影需要小心一下炸弹人 尤其对手是ZDR 嗯 炸弹人 很可能会使用炸弹人 Kellip问ZDR怎么这么点病 ZDR其实一直在54人口 非常尴尬的一个数字 就是很尴尬的那个数字 其实你想想看上一盘的话 ZDR练的级是比别人多 然后 然后那个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练级多 然后牛没有什么太大失误的话 是肯定经历上比对面要好一点的嘛 宝货可以卖一卖 本身野怪会给一点钱 他其实在54的 就是他5级牛的时候 应该早点去跟对面打 然后不要再练了 早点打的话 你可能 打完一仗 你可能会死兵 或者怎么样的 你的人口可能会 要么就人口降下来 要么就把对面打伤 就你得利用那个时间段的优势 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以后 就那什么了 就就亏了 开始 因为你的经济意识是比别人差的 别人一次踩10块 你一次踩7块 这个 确实是差很多 打折了都 勾一下电盾 烫不到打法师 像那些韩国的暗夜就特别的弹 他一次一定要烫3个 所以他会把BR造的比较近 但是那样的话 如果遇上特别针对的人的话 就很危险 一次被勾爆 对 一次被勾爆的话 你这局就很难打了 没拍死 看起来像是要拍死 蝶是这个宝都不拿了 选择去抓一下 但是这边早就练完了 哦 卡拉夫是20人口 胜的呗 没有选择再造一个精灵 嗯 他也可能是刚才那个精灵死了 我感觉 所以他才去抓的 没太注意 不小心勾到了怪 这没给他吹晕 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练续不到二啊 他他现在找不到剑胜的 找不到剑胜的位置 所以他那个点 他不敢练 他这个点不敢练了 没练完是吗 对 哦 他因为看不到剑胜 很害怕剑胜过来抓 然后你抓一个怪倒是小事 万一回到家里面去牵你精灵的话 你的口没封上可能会出现 这 这还不如练得上这个了 这帮剑胜练迪了 你成为了剑胜的一个大器 防他练急 帮忙打步 头环 手套 再来双鞋 再来个头环 完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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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好危险啊 买个DH把鞋买了 我觉得你健身把鞋买了之后 然后去追DH砍死 他刚才好像没有钱 啊 他刚才是买了个头环 所以没有钱 他把手套卖了呢 如果要是刚才有鞋的话 我觉得砍死DH是最赚的 250块钱你砍死一个英雄还不够 嗯 可以砍个TP去砍 你其实应该先抢鞋 DH不可能抢你的头环 对 没必要 就可能看见头环有点 你哪怕把鞋把DH砍死之后 你卖了再买的头环 我觉得都是赚的 砍个TP出来也很赚 哎呦 这个 这点尖上的名字不太好啊 啊 又输了 又输了 是 那看来是第二把危险 哎 狗狗的围 在酒馆 好像上面一点的话是可以围的 折 打了个点 为什么没有围住 说明大忌最近减肥了 嗯 大忌没穿羽绒服 体情比较小 不像这个DH这张照片一样 是啊 一看就是兽毒 DH 哈哈哈 卡拉伯说 D法师你也敢围啊 哎呦呦呦 D法师发过来了 肌腱上好倒霉 连续被吹运 嗯 哦 一个紫药瓶 还可以 卡一下卡一下 应该是 直接吃了 这回终于有钱了 直接升了三本 然后 因为前期二十人口升升本 所以稍微缺了点目 这盘就是 跟上一盘吸取的经验 就是我的科技一定不能慢 对上一盘那是自行慢的 其实 因为他出了三个AZ 早知慢了 我觉得卡拉伯的这个选手是比较有意思的 你像昨天打英贝的时候 就是第一盘 我树招好了之后 很久没盘回去 第一盘先 哎 让着 让着你打 还是赢了 第二盘就好好打 对第二盘的时候 第二盘好好打 那就更轻松了 可以 完了 这个兽王 白送了 日常送兽王 送兽王 好像是 上一盘也是 三个英雄加起来死亡了 次数都已经 不知道多少次了 感觉已经团灭过 三个英雄团灭过两波吧 在那个商店旁边团灭过一波 然后 反正是在自己家那边 好像又团灭过一波 这个BS被拆了一次 倒是影响时间不太不太多 但是他自己家里这个 第二个BW 就造慢了 造慢了好多 嗯 这样的话 他的鸟的数量就会少一些 因为这个树要研究这个 肯定是第一时间 先研究这个科技 这样的话 前期鸟的攒模 会攒得比较少 正常情况下 这时第二棵树已经好了 就是两棵树一起好 这时已经开始产风德了 这样的话 他捕身口到来的会比较快 这样的话 出门的时间 尤其这张图啊 很难出门 其实 你在 因为你周围的点 像这种分框啊什么 也就这个点能练 这个点 而且还可能被兽族过来抢了 他就当在你面练 你也你也没办法 哦 不过 DH又打退了一次Bs 这个很赚啊 对 Bs其实比B要重要很多呢 很多周图甚至都会先放一个Bs再放B 对 你其实拆B用处不大 有些像这种有供兵的用途 你人家买两个绿皮就代替了 代替了狼奇了 其实 就是还是白牛的作用比较大 这边 这边 这家被拆了两次Bs还是很伤的 DH和兽王现在其实也没什么事干 确实这个图没什么好练的点 两个英雄没什么好练的点 小点都已经练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剑胜的等级是马上到三 牛头 牛头因为没有白牛啊 这练级可能会比较伤 他只能练一些小点 不太敢练大点 这个时间段其实就应该去多多抢一下暗夜的点 比如抢这个点 抢这个点都可以 因为暗夜不太敢出来 哦 眼睛 直接DH是敢出来直接杀你DH啊 哎 哦保存了 我我以为又没有卡到输了 反反狼奇其实他可以有机会的 但是 没有跟上 勾一下吧 这个可以勾出来脸 其实啊 插了个眼 想抓 等你练的时候我去抓你 不过他现在 现在还是着急的话 先把牛头练到三是比较重要的 看一下这个脸能不能打出一个好一点的宝物 白牛终于过来了 哎呦这个闪电队有点大 哎呦这个闪电队有点大 你上了剑签打他打电很快 什么宝物什么腰带没用 嗯 这个是卖电的 哎 健身赶紧走啊 这牛头一会儿到不了三了 哦正好 正好多了一点还 可以 嗯 兽王这边也是打到了一个眼睛 然后应该能看到能能排眼了 哎 看到了 这局暗夜就前期就好很多比上一屏上一盘 舒服多了 这边是啊 树不小心 树不小心爆掉了 嗯 嗯 卡拉夫这个建筑造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 月景没有两个连在一起的 唯一这两个连在一起的 前面还有一个 地坛安挡的 不会被炸弹人一下炸两个 嗯 卖掉了一个 神秘腰带 然后 买好群补和无敌 这边白牛还没有升级好这个 驱散 所以他不太敢出门 在拉苦弓 哦 他刚才一直没有拉苦弓上一盘 好 从这到北都没有拉过 所说他的兵怎么看起来少呢 没有苦弓分担伤害 这边 看他另一个眼差在哪呢 另一个眼差在家里的吗 还是怎么着 没看到 这边又让兽兽抢了这个点 不过这个 好 直接加速 快加速 包一下 这个包的还可以 房间是放后面 我看到卡拉夫非常喜欢 就是不让房子去承受伤害 对他希望房子多进行一些输出 这个剑胜 第一个无敌开的有点 就是 JDR的第一个无敌总是开了以后 就是 不去杀英雄 选择杀兵 不过这 这一盘因为他包的很好 对 主要是包的很好 地形 地形不错 而且关键这有两个绿皮 一直在后面输出 这两个绿皮 输出太高了 凝头没有磨了 赶紧准备撤一下了 但是这两个绿皮又不能不管 现在的话 两个群补都已经吃完了 这个瘦度 所以 有点不太敢上了 但风格我觉得吹的次数也很多 我觉得磨量应该现在也不太多了 对 风格现在损失也比较大 是 他现在应该风格都没有磨了 吹不动了应该 对 现在是看一下 又补充上来了新的 但是磨普遍都不多 能吹的应该只有两三分 三个了 而且他现在就不能像刚才一样 就把什么绿皮 因为交战的时候绿皮一定要吹的 绿皮这个舒服太高了 嗯 所以他现在可能没有磨去吹 绿皮了 只能吹剑胜 牛头现在如果有磨做好 如果有缩避绿 应该有机会 诶 瘦王 直接点DP了 还能再转一个风格 这波双方交换 其实还是瘦度稍微转一些 诶 还有两个风格没带回去 这是新来的 新来的那个 150魔的风格 这波真的卡外科还是比较灰的 亏了亏了 亏了亏了 没有杀到对面 就是重要的兵种 诶 他大技自己A死了 翻读了 他爆人口 换成一个狼鳍或者白牛 大技其实没什么用了这个时候 兽独 兽独最厉害的是这个东西啊 嗯 这个东西要攒起来太厉害了 你风德根本就扛不住 而且关键你可能注意不到 他扔出来的东西特别小 你在大战的时候 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在打谁 因为兽独本身的远程部队 基本上是没有的 然后他很需要像绿皮这样去补刀 兽独再有工兵的图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就是两边工兵买绿皮的话 你这个正面作战能力就会差很多 就不会像刚才TR那张地图 只有狼鳍 如果狼鳍一旦没包好的话 你看到尖胜这边应该是抢了N1的一个宝物 身上有大魔 狼鳍如果包的不好的话 你就很难杀到暗夜的风德 你只能杀英雄 但是现在的话他就可以占地面A了 有这个两个东西就可以占地面A了 对着A 哇 这边宝物非常豪华 手笔大魔 然后两本群补无敌 对这家这这盘也是多买了一些宝物 没有显得特别早的破人口 刚才也是始终 安帝局始终在54 这个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导致的踩了不少踩了不少钱啊 哎 剑胜 再买一本 又抢了一本群补 DH到现在都没有到3 又是第一波没有杀到兵 这 哎 感觉 扭头又在上午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嗯 嗯 现在看一下还能没有有上一波那上一次那样的机会啊 感觉够呛了 这这局的话 嗯 这点打的就比较正常 是的 而且这一局有白牛啊 哎 有那个绿皮啊 你 ZDI已经破人口了 我觉得他可能攒一波兵可能就要打了 攒到60就会打 可以再去买一个绿皮感觉 没必要造那么 在在肩胜 反正现在可以去再买一个绿皮 我直接选择 先先把你打GP 砍一下兽王 GP吗 啊 什么卡住了 卡住了 这不是在打吗 这不是在打吗 他怎么在交战的时候还有时间打字 所以打字 这是打字球啊 嗯 故意让对手愣了一下 我看一下 估计Colorful可能愣了一下 嗯 然后就 我分就是让GP分辨一下 你打的那个星号星号星号到底是什么 什么卡住了 然后我去研究的时候 又偷偷地把你的英雄围住 我这家这个战术太厉害了 没看懂 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差点卡住 我看他一直在操作呀 什么呀 什么差点卡住 我看他一直在操作呀 这波这家应该吃了两两本群果 哦 一本 一本还是两本 刚才牛头也有两本吧 对 牛头身上是两本 牛头身上是两本 然后坚持去抢对面一本 嗯 吃两本全部 如果没装什么东西 其实很很不开心啊 哇 第二次终于到三了 这战斗力好好很多啊 嗯 然后这回的装备身上还还不错 还可以 哦 第一次到三的话对牛的限制可能会好很多 有一战之力就看一下交战阵型了 现在就是 不过这个图很难找到暗夜舒服的阵型 你看这个阵型就非常的差 哎呦 秒的还在往脸上冲 已经被狼琪近身了 对 虽然牛头冲的不太好 但是狼琪已经近身了 狼琪这个 狼琪和绿皮的伤害还是很明显的 是 绿皮两下就可以把房子点掉 哎呦 这个牛头 哎呦 这这这一波可能 暗夜可能要崩啊 感觉已经崩了 嗯 已经崩了 已经咖喱给给了 刚刚其实阵型不好的时候应该直接TP了 果断一些直接TP就好了 现在的话就 这 感觉又没又没杀到兵 感觉又没杀到什么兵 好杀了一个绿皮 杀了一个绿皮 这一盘的话 觉得两波主要的交战上面 ZDR都顺在阵型 就是狼琪包的非常好 嗯 这个地图确实 暗夜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阵型去打 嗯 恭喜一下 ZDR扳回一局 双方现在是战成一比一平 嗯 他应该是在TM和这张地图上选择的这张图 但是其实TM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过于宽阔 但TM可以打战术 过于宽阔 对TM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打战术 但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战术可以用 嗯 就练的不多吧 天木可以可以打熊鹿 可以跑女猎 可以抱小鹿 说完抱小鹿 反正就打打一些奇怪战术 对什么开矿啊 什么的 呃战术非常多 可以用的战术非常多 第三盘看一下 绝对第二盘的话是ZDR把状态找出来了 就没有特别制度 一去瞄你的英雄了 然后发现其实买点绿皮 一点点风德也是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因为这张地图有公斌 这个有绿皮以后 就操作难度会下降很多 他的不用非得狼奇去 就是去挨个网住风德去砍 这么傻子 而且有绿皮以后你的房子 特别容易被秒掉 第三张比赛地图是一爱 然后这个图应该双方都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种平时在 之前在平台练习的选手 这张地图应该会 对他们两个都很公平 都很熟悉 所以可能 就是两个人 势均力敌吧 在这张地图上看一下 好 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看一下一爱这样地图 其实是一个抢军补了 一爱图 张图怎么想还是对受阻好大一点的 对 还是偏向一些的 稍微偏向受阻一些 好 来进入一下第三盘的比赛 看一下暗夜上来应该可能会去练功兵 按常理来说的话 你看看比赛改位置 他果然是非常稳的选手啊 还是练门口了 准备练门口还是 净明已经拖到那边造树去了 还是练门口 这边受阻练门口的话 这张图练门口其实 前期就不是很好打 就是 我这张图暗夜唯一前期有一点优势 就是可以练功兵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优势 其实有时练功兵 如果能练到一双鞋的话 对暗夜来 DH来说非常开心啊 前期能又少250块钱 是的 这样二本的时候就会 钱特别多 这干什么 噪 造商店 我有一个探路 造商店的侦查 这是干什么 兄弟 你为什么给我分道扬镳了 这 又不想造了 主要没木头 还早着呢 点错了 可能是 拉的有点早 发现没有木头 看一下这个暗夜这边是练哪个点 看一下这个暗夜这边是练哪个点 练这个点的话就是比较古老的暗夜练机方式 他可能会去抢一下这个点 就是说或者是抓一下剑胜抢这个点 但是不是很好抓 因为剑胜就是你只能找机会去抽那个蓝胖子 就是抢一下蓝胖子 用Mandabung去抢 但是难度很高 然后自己练又不太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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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进行这个 这边剑胜打了一个攻击之爪加6 还是不错的 这边双线练掉 这边是一个DH是一个加速手套 加速手套 加速手套 没什么用 用不大 兽族这边DDR使用了一个单地洞 单地洞 的升科技的打法 然后看一下暗夜这边已经升本 放下第三个镜 我打暗夜的单地洞应该还有问题不大 暗夜单地洞算是一个 就是在在近 在现在已经是很常见的打法了 哎 这又有又有一个渣子 他买了买了 好砍一刀 砍一刀 但是剑胜 剑胜已经在了 这个Colorful是想把它引出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概砍 砍这个白胖一刀 那个蓝胖就会出来 这样的话剑胜 你看剑胜就不太好练了 单练就可能练不掉了 但是其实 他伤血现在伤太多了 就是他正好是赶上了剑胜 在旁边的时候 去第一次没勾出来 导致了自己的这个 血量损失比较大 抢鞋抢鞋 每次都能抢到 看来网速要好一些 单传 前夕 他会睡小时的花钱 现在剑胜的攻击力很高 赶紧练到二 练到二有个跳皮以后 这个在防拆建筑之类的时候 都会很好 而且这边DH不像其他的就是练工兵的暗夜的话 你一个不注意他可能就到三了 现在的话很难到三 到二都费劲 只能等兽王出来再练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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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不去 他要他要练吗 没有AC吗 没有AC练不掉啊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练不掉啊 而且他这个位置 还被还被那个白胖子卡了 打了两下 那那还行 卡住了卡住就练得掉了 嗯 能卡住就能练掉 要单传了 还不卖 卖吗 回家再卖 二本已经好了 前期费井水有点多 费的有点多 现在只有一口井了 应该也发现 GDA的打法是不来压他的 所以他前期喝这么多井也还好 来压的那种受处的话 这要是弗莱 对 在三本爱压人的那种 就是你三本吹锋好之前爱压的那种选手 就不卡了克 就前期损失这么多井 可能可能顶不住 他建筑但是没有单传现在 他大击堵着口 然后应该进不去 先生赶紧回来 这要不然大击堵不住了 赶紧拉一个苦弓堵一下 拉一个苦弓 放下 往前走一步再砍 行行行 其实刚才好像没堵住 他DH不太敢往里走了 他自己 他再往里走 他就交TP了 他大击往里走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苦弓不用顶 然后DH会有一个自动攻击 往里走一步的话 这些应该是可以卡到外面的位置 嗯 这边是 哦 练到了一个魔牌 嗯 这个还可以 不错 而且他现在这局选择了一个 就是 迅速提高兽王等级的打法 对 因为这个图是可以这么打的 因为兽王自己 加绿皮和这个AC 是可以单练很多小点的 这下边这些点都可以练 嗯 但是这边剑胜 先得把剑胜赶跑 所以他开始也选择练这个点 把孤文冰留给他手啊 他是一个 有计划的 对 他是想好的这个打法 这也是每个人打法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三级的DH比较厉害 其实DH的三级和那个兽王的三级是厉害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 点不太一样 嗯 那如果牛等级高的话 这要是有个三级DH的时候 这牛都没练不了级了 对 主要是DH等级高是对牛 对对方的英雄限制很大 然后 兽王三级的话是对对面的冰 尤其是白牛 的限制很大 嗯 但是 其实相对于难度来说 兽王现在去练三的话 难度会稍微高一些 因为有对方的剑伤会来骚扰 哦 直接抢全部 直接抢全部 然后练到这个打到了一个恢复指环 嗯 这个可以稍微大一会儿 后期卖掉 嗯 现在的话 感觉两个人都是在每集盘当中都会有成长的感觉 嗯 应该是 哎 绿皮可能 小心啊 绿皮可能会死 应该会死了 跳了两架呢 肯定死了 嗯 这就亏了 所以说兽王练 单练其实不太好练 底下是去抓牛头也没抓到 啊 这边接下来 牛头练完以后 可能到不了三 倒是 我发现这DH牛头特别喜欢用冲击波练机 嗯 他只要别开无敌链击就可以了 就觉得他真的健康有点喜欢过于喜欢用无敌的 看能不能接上啊 你接不上了 哎呀 这边怎么咋子这么多风格 哎 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他会那个 两个兵银给你分配的时候 就轮流给你 你编一队的话 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对 而且你不知道 然后他就会自己 怎么自己我的钱这么少 兵也这么少 三个兵 他会轮流给你两个兵银分配 各分配一个 但是研究科技是很慢的 你研究那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这边能出两个三个风格 嗯 所以导致你有个兵银就会卡的比较多 诶 健身 抢了一个全部 导王能倒三一下 对 应该还是可以倒的 然后 可能前面两盘的话 卡拉夫就是觉得自己 输在 一方面是道具没抢过对方 另外一方面是自己的英雄等级偏低 所以他这盘呢 也是改进了自己的打法 尽量让导王去练一个高等级 另外那两个图他也没法再练 就是二本好了以后 那个地图太难打了 嗯 这样地图 所以他选择了 选这张图吗 他可能已经 他就喜欢打 这种导王单练的打法 像TR那种图 你想让他单练 也没法 没点练 练不了 太难练了 终于到三了 嗯 这样的话 再买买上这个修部件 可能会 打一波 然后这个时候看一下团战的操作了 就把这个猪 不能聚在一起 哎这牛怎么回事 这牛要被抽了呀 哦 还行 只是一个二级的DH 这边还网了一个方德 还网了一个方德 即使58人口的JDR 还得往对方家里走 还在调整自己的阵型 可能又有一个充电波空了 冲了 对 冲了一个AC和一个TK 这边先 看你DH极低 我就砸你DH 好 保存 这边两个猪的位置不太好 直接被驱了 本来应该能打到很多输出的 是 就怕这种 这样你练到三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是的 要像旋速一样去操这个猪 对 这波其实 直接秒是网 然后打一本TP出来 嗯 能杀一个白牛 杀了这点一个白牛 再一点进步 这个可以顺势把中间的市场给练了 把剩下的几个怪可以练了 应该再去买几个绿皮啊 又买了 买了没边上队 好 没练 还是选择去商店买东西 先抢先抢东西吧 哇 这个剑胜怎么已经三个爪子 嗯 那他需要一个无敌啊 有无敌没钱 买了买了买了 不然这么高的一个攻击的剑胜 好马配好鞍 必须要有一个脑白金才能砍你 哦好充一充 这个充的还可以 赶紧充回去 要铺充去 这个波都没有了 哎白牛这个绿皮小心啊 吃个群母 要不要吃个群母救他 可以往后拉一下 哎 哎呦 但是这无敌时间已经被浪费了好多 对 我感觉CDR秒英雄的就是时间都不是特别好啊 他总是特别早就把5D给开了 对 会浪费大概一两秒的 好几秒的 好几秒都打不了 嗯 输出的时间 CDR现在又被安在家里了啊 嗯 感觉CDR就因为这个绿皮红血了 他不太敢上 就想救这个绿皮 嗯 还有绿皮抹药膏了 哎 能杀掉DH 这边的话 因为DH身上没有无敌 TK 这样的话TK也危险 说哎 这这波没有TP吗 这波没有TP可能要崩啊 CDR再往里面说一说 对啊CDR现在不着急啊 我就把你的英雄东西一砍了就行了 哎哎但是但是不要乱走啊 不要乱走 你丁其实还是不能死太多的 狼奇要死太多了 不过无所谓 把两个英雄都砍了以后 哎其实刚才都围住全围住 嗯 把英雄砍光就可以了 啊应该带TP来了吧 没有TP 带了个群补 这这DH你看 DH连剑上还没砍呢 就已经开始掉了好多血了 这DH钥匙 那这这已经败了 不可能靠英雄来翻盘了 哎还光靠鸟德去翻盘了 英雄只有一个修部将 这边就无限买魔瓶冲就行了 感觉 现在就是狼奇往谁杀谁 嗯 这个剑上你没办法打了啊 嗯 你剑上攻击太高了 然后你全是风格怎么打 现在逃跑 居然跑跑走了 居然用腿跑走了 居然用腿跑走了 手足可以直接A加了 买买宝吗 应该没了可能 我觉得DDR 刚才是 呃 那个DH过来买了一本群舞 嗯 这书都走到这儿了 可以充加了呀 好 还在后果收网 DH就直接买活了 但是 是 折 这不直接送了 单传 还能网吗 能单传网网不了 网不了 折 DDR又犹豫了 要不我再去练阻断吧 受阻好烦这种 就一个没有攻险的 太难受 嗯 他现在没药膏了 嗯 药膏太少了 而且现在剑上没有无敌 他可能不太敢打 还是开始先撤一波 再撤一波 嗯 先生看自己经验 马上到四 嗯 现在到四 顺便等一下这个 宝物 嗯 主要得等个无敌啊 要不然你剑上的爪子都没用 发挥不出来 啊 买上一本群补 哎 不等了 兽足现在钱挺多 700多 这边开了火 浩浩荡荡荡荡又出门了 嗯 这次带没带TP 我们 看一下这 这波魔法还都挺足 因为他刚才那波没 其实没死 多少秒得 对 这回终于有TP了 这暗夜没TP去 刚才居然敢往兽图家里走 简直是 胆太大了 又买了一个 刚才那波绿皮损失有点多 嗯 这要是绿皮还能活着的话 这波就很好打 现在兽图这个正位置不太好 不太好上 不是很好上 这个小房一看在前面 确实入口不好冲 然后这次又就是猪又又都有了 如果你去不好的话 其实这个猪的伤害太高了 跟绿皮差不多 好冲了一下 没冲到 冲到了一个风格 你就选择杀英雄 撤没撤 往后撤 对 先不着急等你的无敌没 你等你无敌没我再杀你 我接着杀你我 我还有无敌 好的一个跳机 直接带走 后面有三个风格在挂机 这样就可以正面交战了 这憋在脚里的话 很不好打 刚才本来阵型挺好的 但是这个DH也是 把整个的 CDR这个选择很不错 就是勾引你 往下面走 然后假装杀你的英雄 然后实际上就真的把你的英雄杀了 我就恭喜一下 第一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把无敌开出来 你开了无敌我就走 然后等你再往下追的时候 我就真的杀你了 攻下CDR 现在让一追二嘛 但其实靠后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 因为那小分拿了还是拿了一分的 对 他已经拿到了四分 然后CDR现在终于拿到了两分 对 然后我们这个下一场会进行这个音飞 对阵000 这场比赛其实是最关键的 是的 他们两个胜负其实 如果英飞能赢的话 这个组还是很复杂的 没错 就分数都差不太多 没错 而且也要看比分 好吧 稍微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看一下英飞和000的比赛 哇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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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